现在比较厉害 可以溜到前面来 就不会被他丢包在后面 这么多人 你们应该是跟着他才对啊 低调李嘉芬因为不想被大批媒体包围 悄悄从一旁快步走在前面 被旁人问到要不要等一下韩国瑜一起走 李嘉芬也是笑笑说不要 你要跟他走一起吗 不要 我陪你我陪你 不过虽然嘴巴里这么说 但是李嘉芬担心丈夫的心情 还是从他不断回头 看向韩国瑜的行动中透露了出来 甚至原本想夺媒体的脚步 在看到韩国瑜走近后 渐渐慢了下来 最后还是在原地等候韩国瑜 两人终于合体后 李嘉芬秀恩爱主动牵起老公的手 还是要在一起 还是要在一起 原来还是舍不得韩国瑜 要陪在韩国瑜身边 一起面对大批韩粉街机 美国行也没少休息的李嘉芬 被问到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像一般新老的家庭主妇一样 要继续做家事 整理所有皮箱的东西 你这是带了几个皮箱 就两个皮箱 因为那边冷热 欣喜的李嘉芬一路辛苦 跟着韩国瑜一起到达高铁左营站 途中除了关心丈夫的一举一动 想的也全都是韩国瑜的五藏庙 看今天的那个新闻 因为好几天没有看到台湾的新闻 他早餐他就想吃 他还是一样 他蛮喜欢吃青粥小菜的 这一次美国出行李嘉芬 全程自费随行替韩国瑜 顾前顾后 福其好感情表露无遗 记得综合报道